大家好,我是郭亚修禅 但是呢,残论视角下的分析 它讲究的是一种完全分类穷金变化的推演 而且每一个推演的话呢,它是有清晰的边界的 那么任何的机会点 一定要对于初学者来讲,一定要设置好退出条件 这个退出条件和传统的指引资损是两码事 它讲究了什么,例如说商长触发被吃点卖出 如果说呢,调整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反弹 把买点调买入条件给破坏掉了 买点被破坏了,那么及时的退出 好,那么级别需要时时刻刻转在脑子里面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积入的机会 放弃,不想积入的机会 对于初学者一定要机械的给点约束 给点给点复述 好,等于那死猴子戴上圈圈 这个舒服呢,五周五日这些线一旦出现顶纷有效跌破了 就属于强顶纷破五军,一定走 这就是舒服 好,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对应的禅师 讲过呢,学习禅论 首先呢,要洗心革面 为什么?因为你前面的一切关于股票的知识 可能都是后面学习的毒药 就说呢,如果说你在过往的三年五年 两年十年二十年 交易呢,整体来讲是失败的 或者是一塌糊涂的 那么呢,要首先呢 又从思维层面上面要有一种 要有一颗清零的心和态度 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真真正的去铺而后利 好,那么我们来看 一句话 来到禅师,学习禅论 第一层次就要当机逼断 机会是可以预先的分析 这分析呢,并不是预测 而是建立在完全分类基础上的边界分化 这分化呢,取决于对禅论本身体现的 纯数学构造 这构造的唯一性与清零也保障了这分类边界的 当下的可确认性 好,其实这问题已经讲过 那么对应的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那么呢,我们以当下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节点 这是2008年1月21日 那么咱们以当下的行情 作为一个节点,就拿 建筑板块来讲 建筑板块来讲的话呢 前面在这个位置呢,咱们有没有警惕呢? 好,上涨日线一笔上出现顶分了 这是要警惕的 只不过呢,当时武军没有破 如果说破了武军,收不住了 那么一定要防范一笔下的生成 也就是避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 这就属于 这就属于不管是从退出的机制来讲 还是属于风险的识别来讲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前面几天的话呢 讲到对于建筑板块而言 那么他的调整有没有结束呢? 那么从推演的视角 这个推演的话呢 他并不是单纯的预测 而是什么呢? 例如咱们前面讲到他为什么说返回 就是他的调整可能还没有结束呢? 前面是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勾 然后的话呢,离开段 离开段和前面呢,并没有清晰的被辞 而且呢,反抽 或者是五分钟线段上 观察能不能打破五分钟三脉 如果五分钟三脉都没有被打破的话呢 还要防范的继续往下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从推演的角度来讲啊 就是不做主观的 主观的猜测 预测 而是呢,客观的推演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说连前面这样的低点都不接触 他实际的还是属于大线段下的 这样的一个山脉的触发条件嘛 那么如果说对应的 哎,勾住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再走线下离开段 他们之间有被辞 然后的话呢,结合相应的MAC底部离 对应的潜力又没有破 结果内部结果饱满 一旦出现强强底分的呈现 那么对应的 他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好,但是呢,从推演的视角来讲 如果说对应的 后面的话呢,哎 反弹力度比较强 回落的话呢,不过前面低点 那么他有可能会上演 不断的上演强有力的二类买点 然后呢,不断的墙上去跟 如果这个位置反弹的话呢 他连前面的中枢都没有进入 又是触发新的山脉 那么呢,买点 立马转化为卖点 他就属于 哎,行情的进一步走弱 这是属于 呃,完全分类 穷新变化的一种 呃,分析视角 但是呢,它是有边界的 什么边界呢 例如说这个位置 山脉的风险有没有被 化解有没有被打破 就取决于前面的这个中枢下演 接不接触 不接触 山脉的风险 依然存在 接触了山脉 山脉的风险被化解 被化解之后的话呢 一个次级别的回落 看看,扑扑前面低点 是不是你想要的 这样的机会点 如此而已 就包括什么呢 山脉指数 咱们同样的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前面在30分钟视角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 内部有被迟了 同时的话呢 前面的30分钟 中枢下演没有接触 山脉的风险存在 这是一种边界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走强了 把山脉给化解掉了 后面的回落 他可能会触发的 呃,小的 新的机会点 好 那么咱们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往下面去讲 第一个机会出现后 就是那我们从推演的世界 他满足什么的条件 内部结构 会触发新的被迟的买点 不管是一列买点 还是二列买点 那么这样的买点的话呢 一旦出现后 那么后面的演化的当下选择 马上呢 可以找到下一个 必然会出现的机会点 这个机会点 它是从一种思维逻辑上面来讲 例如说 前面这是一个标准中枢 然后的话呢 回落 打破山脉之后 次级别 向上打破山脉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中枢的内部 回落的话呢 不过前面低点 这是一个二类买点 二类买点的话呢 这个买点出现过之后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 推出机制 反弹力度 不要反弹的话呢 和前面有被迟 好触发新的卖点 反弹连前面高点都不能接触 都不能突破 也是触发什么 只是二买转一卖 还是二买转二卖的问题 如果说呢 反弹力度比较强 那么后面的话 再一个次级别的回落下来 不过前面低点 内部有被迟 又会触发下一个机会点 但是呢 这种方式的 这种完全推演的一种视角 就是完全分类的一种视角的话呢 它是有边界的 例如说呢 在这个界点那么前高 突破于否 以及呢 是否触发被迟 这就是它的一个 嗯 推演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的话呢 不断去跟踪即可 好 那么我们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对应的 那么根据理论 可以呢 罗列出一大堆 必然会出现的机会点 那么如果说下跌没有被迟 那么我等待下一个被迟 如此而已 好 后面的话呢 就是选择问题 这个选择的话呢 就是属于你的 根据你的操作级别 像咱们在最近的一些 嗯 非常具有针对性的 培训当中的话呢 那核心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像蚕食 思维下的选股思维 包括呢 先确定自己的操作区间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什么样的时间 是你的操作区间 在操作区间里面去折腾 安全系统会大大提高 如果本身不值得操作 不在可操作区间里面 那么不要瞎折腾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去看 对应的 如果你想搞 那么一定要有一系列的准备 这个准备的话呢 就不管是自己的时间经历资金 然后的话呢 最为关键的是 要把退出的边界条件给设置好 这个退出的边界条件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属于 例如说 从往上 那么触发被吃点 要及时卖出 或者是或者说呢 或者说上上过程当中 例如说 出现这样的一个强顶分破误军了 从自现的一个层面来讲 那么这是要警惕的 或者是要 防范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思维 如果说就常认结构买卖点的事情 上涨出发被迟了 那么呢 要找卖点 如果说呢 你给你的买点 结果呢 突发的一些消息 突发的一些利空 或者突发的一些走势 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买点的条件 那么及时的去 纠错离场 这就属于把退出条件给设置好 而且的话呢 这里面是一个级别 如果说是一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你因为埃股是T加1 那么你当天进入的当天 如果说出现相应的卖点了 你没有来不及出来 这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 一定要考虑适合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呢 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那么对于每一种机会类型 都需要呢 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都考虑清楚 这样的话呢 可以 可以判断其力度 从而绝对进出的 资金量 什么意思呢 就属于 对于每一种机会的类型 不管说你说把握的 不管是什么类型 什么级别下的 什么类型的买点 那么呢 他从推演的一个视角来讲 好 达表以二类买点为例 那么他后面的话呢 无外乎 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的话呢 最强直接向上 现在他与他没有被持 没有被持的话呢 这种情况 从本级别的一个视角来讲 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持股 如果说呢 稳健的一个视角 内部有结构有被持 你可以作为减持去处理 因为他的上涨结构是随未完成的 好如果说呢 像上给星高 但是有被持了 对应的 还是转换为新的卖点 那么如果说 连前面的高点都没有接触 都没有突破 那么就属于必然要卖出的一个集点 就是反弹 他必然会对应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情况 呈现 好 那么对应的 这会如果说是反弹的力度比较比较弱 没有突破前面高点卖点也没有去卖 后面的话呢 快速的往下 这就是什么 这就属于错过卖点过 如果快速往下有没有被持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任何的折返都是要考虑及时的去退出的 好 那么如果说像前面 这张这种比较强的一种情况呈现 内部如果说结构保板 可以多减持 那么回落下来之后 触发新的被持练 你可以从这几回不断的去跟 这就是对于各种可能的情况呢 都要充分去考虑 这样判断其力度 然后呢再一一去对应 从买卖的视角买卖点的视角 那么学习残略的话呢 脑子里面必须时刻有两个字 级别 这个级别的话呢 它涉及到 涉及到 级别涉及到买卖量的问题 小级别的机会点的话呢 要么如果说你的应对能力没那么强 你可以呢 不去把握 如果说呢你觉得自己应对已经比较灵活的 小级别的买卖点一定对应的比较小的仓位 好 那么不会卖出 等同于失去了下一次买入的机会 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属于 有这样的一个退出的条件的设置 对于出约者来讲 一定要机械的给点 负数 书负 那么呢等于给水悟空带上紧箍 那么这个紧箍咒的话呢 就是他只是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例如像五周或者是五日这些 先一旦分行后有效的破了 那么就一定要走 这就是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束缚 好那么对于熟练呢 就不需要这些了 严格按照走势 分类自动给出的一切 这就属于买卖点的一个转化 那么呢 咱们再做一个 总结 就是练习 从练习的视角的话呢 很简单 就是在任何时刻点位 都能够马上把后面 根据理论 把机会呢 第一反映出来 所以任何的机会呢 他必然是在残论的输出中 市场的机会呢 这里面他对应呢 就属于给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下的买卖点的一个转化 那么对应第二步呢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介入的机会 放弃不想介入的机会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就像咱们在开篇总结的内容 非常相近的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那么在交易当中的话呢 最终怎么能够摆脱 不被情绪所左右 就是走出不被情绪所左右的 就是走出被情绪左右 被情绪左右 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地 最好是什么呢 慢慢的 不管形成一系列良好的习惯 从分析的视角来讲 讲究完全分类 然后的话呢 进行跟踪 不做 就是不要过多的主观猜斥 未来一定涨 未来一定跌 而是呢 充分的尊重走势结构本身 那么任何的买点 他都对应的有退出的条件 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例如呢 不管是一二三类 什么任何级别下的一二三类买 买点 那么对应的话 他都有转化为卖点的条件 那么像上触发的背驰 如果说的 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反弹 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直接走入了 那么买点条件破坏了 那么纠错 这是一个 最基本的一种 从分析习惯上面来讲 就是在未来还没有走出来 那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分析 分析视角 有这样的分类的一个思想 然而有这样的边界 好 那么呢 基本上级别 它涉及到买卖量 涉及到 当前 级别的话呢 它涉及到你买卖量的多少 同时的话呢 级别它是不断的 可以不断的进行 生长的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种 一种思维和分析的一种习惯 那么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 介入的机会 这个介入的情况 它要充分考虑到 考虑到自己的资金 自己的时间精力 同时充分考虑到级别本身 什么级别下的 什么类型的买点是你要的 放弃不想介入的机会 那么第一点的话呢 虽难 但是呢 尚可去把握 而且呢 很容易做到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恰恰是很多 股友 是最容易忽略的 就是呢 有些机会的话呢 例如说大的环境比较弱 大周期 大级别是属于下跌的 那么在大级别下跌的 未完成中 或者是延续当中 出现小级别的买卖点了 小级别的机会点了 你是可放弃的呀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 一个体系没有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呢 很多时候一个 为什么在 为什么在 这样的一个下跌或者数字当中 很多人喜欢朝底朝在半上腰呢 就是因为你看到的买点的级别太小 大的级别的话呢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嗯 没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好 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就是咱们今天嗯 视频的一个标题的部分 对于错学者来讲 一定要 机械的给自己点舒服 就能给主动给自己带上紧箍咒 这样的话呢 你的紧箍咒即使保护自己 同时的话呢 也是能够让自己有章法的规避一些不 不必要的风险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 呃内容 当机立断 主动给自己带上紧箍咒 然后呢 逐渐的培养一系列良好的习惯 不管是分析的习惯 应对的习惯 仓位 的习惯 退出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好再见